我是這裡的公主 我在找他們施政 可能也沒辦法解決 身著粉紅色大愛的女性 自稱地主的女兒 要討回板橋中正路313號一樓 和通往後面巷弄的土地 備好了磚塊和工人要施工封路 居民說40多年前買下這裡 必須要經過一樓再轉入巷弄進出 大約100戶幾百人只有單一通道 兩個月前收到通知說要封路 也不知道地主是誰 萬一封路發生意外該由誰負責 知道嗎 出事情你要負責嗎 那沒有危險出事情誰要負責 出事情你要負責嗎 你要怎麼來陪 由於自稱地主準備封路的小姐 不願拿出相關證明文件 新北市議員林國春收到消息到場協調 說明不可能任由他封路 只憑口頭說明身份遭到質疑 最後同意由議員檢視身份 結果卻是顧問公司代表 住戶大喊騙人說話 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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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是 連名字都不敢起來 他有講說 連根 他講說什麼 民眾的是爭取契約的 這個他們的權益 這個本來就是 那你現在是從生 那在這之前我先找陳曉 地政局 民政局 還有公務局 還有法治局 去討論一下這種個案 是不是我們市政府 有沒有辦法介入去協調 當地里長莊敬貴表示 建商四十多年前在313號銷售建案 之後把一樓當作通道提供給購買313巷弄內的百戶居民進出 沒有想到數十年後卻發生這樣的情況 從地主女兒再改稱到所有權人的小姐 人堅決要封路 居民也不退讓 最後由里長陪同住戶代表到派出所做筆錄 暫時維持進出通道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 然後林立如新北報導 eventually 莊敬貴族 原本在21915年 到超出封地入資 內建一個叫做 贏 autonom 獨